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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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設邀參加我們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圈 有限公司的成立記者會 剛才我們曹朱瑞也已經提到 台灣的農業有很好的特色 包含我們台灣的地形 從高山到平地 培養了多樣的農業的產品 同時台灣有過去很好的歷史 我們在農業技術方面 有逐步全球的特色 同時早期台灣是農業 作為我們主要的生產產業 我們培養了整個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基礎 同時我們也把這樣一個農業技術 推廣到全世界很多角落 農業就是我們國家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外交的一個領域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的成就 可是我們也看到 我們農業面對的挑戰 加強做這個結構的根本改變 那麼就必須要讓台灣做一些新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太總統 在他的政見裡面提到的 要有新農業政策 新農業的目的是 是希望能夠把農業的資源做一個整合 讓農地能夠做最好的利用 然後讓農業的發展能夠產生它的特色 以及讓全新的人能夠進入農林農村 讓農村能夠有新的技術 新的想法能夠帶動農業的發展 可是這一切的努力都從生產面來看 生產面如何能夠跟我們的銷售面結合 能夠跟我們的研發 跟農業的未來能夠結合 這個還是我們才大的挑戰 今天很高興看到 我們台灣國際農業開發公司的成立 那麼這個公司 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希望把台灣的農業的行銷銷售 能夠做進一步的現代化來推動 那麼它的開始是從把我們的農產品 能夠介紹給國外資料 把農業技術也能夠在我們旅外 能夠一起分享 那麼我也問到我們陳總農長 要如何來克服這可能 總農長給我的一個回答 讓我覺得非常滿意 他的意思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談農產品的進出口銷售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市場 我們有看到市場背後的農民 我們有看到市場背後的這些生產店 所以陳總農長有心 在這一次我們的台農發公司 我們有不同的特色 就是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產品 銷入到海外之後 我們要跟我們的農民 跟我們的生產店 能夠站在一起 變成一個團隊 當然要在進一步的發展 還需要把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經營觀念能夠引進來 方寒剛才陳總農長提到的 如何把網路 把一些現代科技 智慧化的一些做法 都能夠一起引進來 這是我們未來 下一步更進一步的挑戰 只有這樣子 台灣農業才能夠 重新的進入國際市場 能夠變成在早期 就像台灣其他農產品 在國際上 最後有名一樣 我們這個農產品 加在台灣才能夠一樣的 能夠重新在國際上 能夠變成一個大家肯定 大家尊敬的農業大國 也會有這樣子 台灣的市場 才能夠跟國際去談 接軌去開放 那我希望呢 我們在通過這樣一個努力呢 能夠建立我們國家的 不只是採銷供應的體系 而且是建立我們國家的品牌 同時呢 讓這個產業呢 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進入 我們要把我們的新農業政策 進一步灌測 不灌測 不灌測 或者是我們未來 如何培育 我們的新的年輕人進入市場 如何讓我們的有機農業 能夠做更好的開發 如何讓我們的農產品 能夠更有多元的種植 栽培規劃 這都是我們需要去面對的挑戰 我相信呢 這些呢 在我們現在的農委會 陶助委的領導下 可以打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而在這裡呢 我預祝我們台灣農業 開發公司的這個業務 會來是蒸蒸日上 那麼今天的記者會 我看到這麼多人在場 我們一起來祝福我們 也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